各位先生小姐uncle auntie 大家鼓勵這份令 時間來到7月4日 星期四 今次來想跟大家度過別 因為帶上這團混藍之後 要休息一會 回去果欄也好 或者去哪裡也好 然後月尾去南北京12天放假 至於為什麼 觀點與角度不同 講完這團混藍團 昨天我說這團帶5個人 沒有人相信 每個人問我是否真的帶5個人 我拍了一條影片告訴你 我真的帶5個人 計算我和師傅 整部車只有7個人 昨天我們在昆明入住的是冥春國際酒店 早餐時間是6時半至9時半 早餐位於酒店的5樓 這個早餐報房號就可以吃 品種不算豐富 基本吧 你說差又不算差 中中挺挺 為什麼我會發生 因為我每天早上都會吃花生 因為花生是養胃 因為我這些食物定時 三餐不定 座位已經很傷了 要吃花生 治療一下 這個團隊我們是8時出發直撐大理 昆明蓋大理 如果你中間不停車的話 都要4個小時 中間會經過楚雄移軸自治修 這個楚雄移軸自治修 以前是找到恐龍的化石 所以這邊也有一個叫恐龍谷 裡面專賣恐龍的用品 因為大陸有條政策 就是你司機可能開3個小時 就要強制你休息20分鐘 我們在這裡就休息20分鐘 時間大概是9點半左右 提早休息 龍虎山泉東方樹葉 這支東西全都夠健康 因為它是無糖的 話說這幾天 昆明大理的麗剛 全部都是下雨 很大霧 大家也看到 前面就是因為大霧的關係 而發生車禍 幸好我們也是塞一塞 你看看對面那條路 國家高速公路失了幾公里 非常之誇張 全部大霧車一架一架停在這裡 嘩 看看變團禁 不幸運 今天要由大理或者麗剛那邊回昆明 如果是它的話 一定是塞到媽媽也不認得 因為被它塞一塞的關係 本身就預計12點半小時 直到大理餐廳 結果搞到現在1點半才到餐廳 色羅餐廳也是一間網紅的餐廳 為什麼是網紅呢 因為它的環境是非常之美 我們在3樓吃飯 可以見到聖托里尼這個地方 除了見到聖托里尼之外 它還可以見到二海 這間餐廳真的非常之棒 五個人到底團餐吃什麼 這餐是第一餐 我自己都很緊張 開股了 原來是有蝦的 接開團餐這間餐廳真厲害 總共上了十個菜 你說五個人吃十個菜 當然吃不完 因為很明顯是平時的十人份量 真的很浪費 吃完飯之後 我們又出發去甘梭島 甘梭島也是二海其中一個島 是需要坐船過去 大概是兩分鐘左右就到了 甘團我是要買票 所以我才知道 原來上團的導遊 為了我們的團隊 真的有付出很大的 他還要買接駁車 我們這團是不包括接駁車 只是包括那個船 他這邊買船票的話 他會連同一個港甲員 配給你的團隊 所以這個團隊 我們都是跟著港甲員走就可以了 因為他拿著大聲公 所以我們簡單叫做大聲公導遊 大聲公有說什麼呢 大聲公在介紹著白族衣服 在白族的文化裏面 如果你那頂帽子 那條邊是長過腰的話 證明它是未結婚的 如果短過腰的話 證明它已經結婚了 但是你也叫做風花雪月 原來風花雪月 都是在頭那裏 那條邊代表風 然後你看到花 雪在邊 雪就是上面的白色 月在邊 月原來是要它背部才看到 看到月亮嗎 原來白族人在家裏面 是越多頂的話 證明它的地位越高級 好像這家人一樣 如果這樣是三層的話 證明它家裏是做官的 聽完一輪之後 大聲公就會帶我們去到中心的地方 中心的地方 就是給你拍風花雪月 和拍二海的地方 當地是有免費拍照的 當然是送一張很小的給你 要大話不給錢 拍完照之後 我們是看四點鐘的表演 在龍宮裏面 龍宮裏面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每次過到來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方沒得彈 最主要是它燈光 不會太過光 是剛剛好 整個中國來說 這個真的差不多數一數二的溶動 在龍宮裏面它有表演 每一個小時就有一場 三點鐘我們說不及 我們看四點鐘那場 表演的地方叫做龍宮大廳 你走到進去見到這個月亮 證明你就已經去到龍宮大廳了 表演的場地就在月亮的旁邊 四點鐘準時開場 你說我平時跳的那些舞 其實都是看得這些多 因為這些舞 民族舞 它都是根據他們自己的生活所需 或者生活日常 而去演變出來的舞蹈 你看這些動作 明顯就是捉魚的動作 所以這個也叫做鮑魚舞 這裏也可以演繹成為 祖先輩教後輩如何去捉魚 透過舞蹈教他們如何捉魚 當中也有個全城文化 全城知識這個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地方 無論你是看三點也好 四點鐘也好 你始終都要早15分鐘過來霸位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的連位都沒得坐 表演時間大概是半個小時左右 然後你就沿爐出去 在那裏集合 那裏集合的地方 也是你拿照片的地方 然後我們繼續走出去 就是魚鷹捕魚 所謂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當地有個耳海 當然要捉魚來吃 我們大陸的魚鷹很厲害 是不需要用條繩綁住 外國那些全都是有繩綁的 妹妹 但你這邊很大風 你冷不冷 你不要冷了 你冷了我會傷心 大概是5點鐘 我們從甘梭島出來 我們就前往聖托里尼 到達聖托里尼的時間是5點15分 這一團是放到6點9 過半小時左右 去聖托里尼的路很有趣 你會經過一個賣場 那個賣場真的什麼都有 你看看 好像是10元一吋 看我什麼時候有空 拿把鏟出來 我自己都畫些蟲來炸 回事來聖托里尼 我都給自己一個任務 我去找出最漂亮的攝影地 因為它全部最漂亮的攝影地 都要消費 因為這個景區是沒有門票 靠什麼賺錢呢 就是當地的店舖 所以最漂亮的位置 都是給當地的酒店 或者咖啡店 都佔了些位置 你想做到漂亮的地方 麻煩你付錢 一杯咖啡大概是40幾50元 左右 所以過來這邊 為什麼放到6點9 就是因為留時間來吃下午茶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討厭我呢 因為我拍片的目的 除了你旅行員適用之外 你自由行也適用 所以大家明白我為什麼要休息 這次為你們破費 去到山頂 最高的酒店 因為始終是最高的地方 拍下來一定是漂亮的 就是叫做雪製海景餐廳 也是一間酒店 入到酒店 他就會要求你點餐 點完餐之後 你上到五樓 就是隨餐區 那裡也是拍照的地方 給錢的地方 真的不同 人都漂亮很多 來了幾次聖托里尼 原來聖托里尼 是要這樣玩 才是最好玩 最漂亮的 平時廣告上的位置是怎樣拍的 為什麼這麼漂亮的呢 一直都在研究這個問題 原來是要上到這裡 才可以拍到愛琴海的景貌 即聖托里尼的景貌 這份這麼漂亮的下午茶 原價是128元 如果你是跟團來的話 麻煩你叫你的導遊或者領隊 拿我的名字出來 小豆子介紹的 100元不要 90元不要 80元不要 78元就可以吃到 你看 那些老人甲都要拿我的東西來拍照 其實那份東西是我買的 對著蒼山二海 享過下午茶 慢慢喝杯東西 這個生活真是寫意 當然啦 你說住在這裡更加好 因為這裡是一間酒店 而它的房價幾次一晚 我問過了 大概是2000多元一晚 或者我有新之年 有機會住這裡 或者吧 這裡才是餐廳的前門 如果你是跟聖托里尼的大門進來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你走進去就對了 如果我還有機會來的話 我下團就會去其他酒店 或者其他餐廳幫你去踩點 雖然說放到6.9 但因為這團下雨 很多人都6點半 已經回到車上等了 聖托里尼出來之後 我們就去餐廳 今晚吃的是豪華大餐 在哪裡吃呢 在美人魚酒店那裡吃 這間餐廳大車是進不了的 只能夠走到走上去 和賊酒店 不是這間和賊酒店 我們是美人魚酒店 我看一看餐單 這一團的食用標準真的很高 特別是這一餐 是全團之中最高的一餐 餐廳就位於酒店的負二樓 是要走下去的 這間度假酒店 亦都是非常漂亮的 每晚房價幾錢呢 是1288到2000多都有 見不見到 我們就是對著以海蒼山 一路吹著海風 一路吃我們的晚餐 先說明 我上團都是吃十人一圍的團餐 今團五個人吃得更漂亮 真是超級VIP 一去到先有人幫你倒茶滴水 然後再給你一個果盤 這個時間你就可以到處拍照了 光是這個景點 如果放在聖學里里 麻煩你先買一杯50元的咖啡 所以這一餐是貴得真是很有道理 就是吃它的環境也值得 你有多可聽我 一道一道菜慢慢介紹 這個是Chinko Bing 點的那些是蜂蜜 下角的是氣鍋雞 上面的是銀魚蒸蛋 這一波是羊肚菌羊蝦球 之後上的是大里菊花沙窩魚 中間還要加上菊花 很棒 這裡是胡椒炒雞蟲 我都叫它小辣椒小油小鹽 薄荷燜牛腩 非常之正 那些菜是我早上跟他訂餐的時候 他才在市場買回來 所以那些菜全都是很新鮮的 你看我們客人 吃的環境多好 菜也是非常之正 非常之適合口味 今天就是需要一樣東西 需要什麼呢 就是陰天多雲有魚 如果不是的話 今天可以看日落 真是超級正 吃完飯之後我們就回酒店 今晚住的是大里滄海沙窩 今晚我們這團要全部升級 住海景房 我也很期待 到底什麼叫海景房 會不會都是那句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呢 進到房間第一時間 當然去窗邊看看海鮮 海景房 這樣也對 真是海景 總結一下今天的行程 今天行程真的非常之輕鬆 而且真的吃得好 玩的地方又不需要怎樣走 明天準時8點出發 我們去大里古城 然後晚上去禮江古城 明天跟大家再度分解 不行了 聲音日趕夜趕 沙沙啦 如果喜歡我的朋友 記得看廣告 然後將它分享給你身影的朋友看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導遊小豆子 7月4日在大里為你現場報道